哈喽,我是香蕉超人,首先香蕉在这里祝大家兔年大吉,天天水上 不知道各位观众小伙伴们在这个春节期间有玩德州扑克吗? 至少我这边可以说是排局不断 所以我也就先趁热打铁,再先先给大家更新一集现今实战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就让我们赶紧开始排局吧 那在这几次玩的这个排局的末日忙住都已经是10,20,40了 并且大部分的时候也都会再struggle到80 加上参加排局的小伙伴也逐渐熟悉了 所以我也就不啰嗦了,之间先买入了20k 颜色分布是红色10,黑色100,黄色1000 今天的第一把牌是我在Hijack拿到的一个K圈不同色 之前的行动是UTG LIMP40 因为这几天过年打牌人气火爆 所以一坐下来就已经是一个满园的九人桌了 虽然是九人桌,那K圈不同色在Hijack位置自然是足够好到可以做一个加注的 于是我加注挤压到240 之后struggle跟注,UTG跟注,三人抵持 翻牌是A93彩虹,非常非常干燥的一个牌面 A也自然是在我们的范围的,都过牌到我之后 我持续下注了三分之一,240 这个下注首先是可以拒绝掉大部分空气牌的前门后门的底置权益 同时如果UTG是22445566这种小队子 也是有一定概率可以在这个翻牌就把它打盖掉的 那在我下注240之后,struggle和UTG都是选择了气牌 我们顺利的收下了今天的第一个底值 那过年期间的牌局自然是会异常火爆的 牌局开始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2万的筹码已经不具备什么深度优势了 于是我赶紧又要求补充了1万的筹码 今天的总买入已经来到了3万 这把牌我在庄位,首牌是79红桃同色 之前的行动是CEO加注到了240 我在庄位的这个79同色是可以有一定频率去做一个3bet 去隔离盲注位的玩家,尝试和CEO玩家单挑的 但此时CEO玩家的后手差不多只有4-5千的样子 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而且如果我们3bet了被4bet回来的话 我也只能无奈的选择弃牌 于是我选择了跟注 之后小忙跟注,straddle跟注,四人抵持 翻牌是K圈5彩虹面 前面的三位玩家都是选择了过牌 行动来到我这里 那在这个牌面,我只有一点点可怜的后门顺 连后门花都没有 并且我在庄位平跟的范围里面 也无法太多的去代表这个牌面 又是一个四人底持 我也只能选择了过牌 继续四人一起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6 我们得到了一个后门卡8的顺子听牌 前面玩家的行动则依然都是全部过牌 那此时我觉得机会可能来了 于是我超值下注了1100强行计划范围 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要么我是五六的两队或者是六set 要么就是空气 并且计划这里如果被跟注 则尝试在大部分的盒牌再超值下注一次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在我下注1100之后 所有人都是选择了弃牌 这把牌我在UTG加1拿到了一个口袋对时 面对到的是我右手边玩家的一个double straddle到80 那我是选择开持到了220 所有人都棋牌到了double straddle double straddle选择跟注 竟然打到了一个单挑底持 有那么一点点小意外 那翻牌是来了975两个红桃 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牌面 并且在这个牌面的范围优势和坚果优势都不属于我们 我们在这个牌面的范围更多的是会集中在一些超队 两高章这样子的组合 而double straddle则可以包含在这个牌面所有的两队 set 顺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强听牌 于是在double straddle过牌后 我是马上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 并没有做持续下注 因为我们有非常不错的修当价值 并且如果下注被加注则是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随后转牌是掉了一张非常空白的草花2 double straddle继续过牌后 那我显然是不能再继续过牌了 这里有大量的听牌价值可以拿 于是我在转牌下注400 double straddle则是选择跟注 最后合牌又是一张黑色的2 在double straddle第三次过牌后 我们在这个合牌显然是要再打一发价值下注的 价值所有的9X 7X以及5X 那在尺度的选择上 这个牌面显然不适合我们去做极化的下注 这里融合下注一个中等尺度即可 于是我每个颜色的筹码各拿了一颗 下注了1110 但是此时令我没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double straddle的玩家则是突然选择加注到了3100 这里提一下 double straddle的玩家在这段时间 也不是第一次一起游戏了 之前去上海CBG的时候 他也是同行的小伙伴之一 那他合牌的这个突然加注 是会包含一些随机的炸糊的 虽然我们是会输给一些红桃的2X 但是考虑到对手是有炸糊的 并且加注尺度也不大的情况下 我也是没想多久就选择了跟注 那在我们跟注之后 double straddle玩家则是表示确实是炸糊 选择了埋牌 那我们则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 这个7000多的大底池 今天的第四把牌 我在hijack拿到K勾不同色 之前的行动有一个limper 我加注到了240 随后CO跟注 straddle跟注 limper跟注 四人底池 翻牌是来了勾圈四两个黑桃 这样子的一个牌面 如果是那种跟盲柱的单挑底池 并且考虑到我手上还有黑桃勾的阻挡的情况下 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牌面 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做持续下注的 下注一个小柱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样的四人底池当中 要考虑到对手的范围就非常多了 述我实在分析不了那么多 我也只能无脑的先选择了过牌 之后的CO也过牌 继续四人看转牌 转牌则是一张红桃6 这下是更加令人头大了 不过考虑到翻牌 大家都没有下注 虽然现在牌面内容非常多 但是我判断我的勾在死时 还是有一定概率还是好的 于是我下注了680 如果能顺利的直接收到一些听牌的过路费 甚至是在这个转牌 大家的牌与这个牌面 并没有太多匹配的情况下 而直接选择器牌 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在我下注了之后 下加的CO跟注 Stradle跟注 三人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黑桃3 并且Stradle是跳出来第一个零打了1800 转到我时 我后面还有一个玩家 那我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再跟注的 这个底池也注定不会属于我们 只能无奈地选择了弃牌 今天的第五把牌非常有趣 翻牌前 我在Logic用A5方片同色加注到240 诶 怎么又是方片 难道说 随后 Hijack跟注 装卫跟注 小盲跟注 UTG加1跟注 恐怖的无人抵持 开始了 翻牌是圈17两个方片 我们得到了一个坚果同花听牌 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观众小伙伴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会觉得 这里是可以下注的 其实并不然 首先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注 那很显然 这会是一个炸虎的下注 那炸虎的下注 必然是需要有气排率 才能实现数学上的期望值 那在这样的现场 无人抵持当中 在这个牌面 基本上是下注多少 都不会得到需要的气排率的 所以这里下注 只会无谓的把抵持造大 在随后的行动当中 让自己陷入麻烦 并且这里还是有一点就是 我们听的是最大的童话 我们也是不需要 把对手任何可能存在的一些听 比我们小的童话打走的 我们是希望把他们留在抵持中的 那最后 这个翻牌的行动是全部过牌 继续无人看转牌 转牌非常有趣 是一张黑桃A 我们的牌型增强到了带顶对A的童话听牌 行动再次过牌到我之后 那在这个转牌 我们是可以下注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里并不需要下注太大 因为下注太大的话 自然是只能找到比我们大的牌的反应 并且下的大注遇到加注 也会非常难处理 于是我下注了差不多半池七百 在我下注七百之后 Hijack跟注 小芒跟注 上加也跟注 继续四个人一起看盒牌 最后 盒牌仿佛是一张带着金光闪闪的方片三 我们又一次在盒牌击中了绝对的坚果 而且此时 小芒卫的玩家是第一个跳出来 零打了六百 这怎么说呢 首先小芒卫玩家 我认识他二十年 一起玩德州扑克将近十年 对他的了解 可以说是已经深入骨髓了 所以他这个六百的下注 就是除了A花之外 所有可能的童话 当然 这是基于我们手里已经拿掉了方片A的情况下的 最基本简单的判断 并且同时 我也知道 我这里但凡加注很大 他也是完全有能力弃掉 甚至是K花的 于是我非常调皮的选择加注到了一千三 这个一千三 绝对是个可以让他欲罢不能的价格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的下架是选择跟注了这个一千三 随后小芒也无奈的跟注 最后这把牌 小芒是K圈方片 下加是勾六方片 虽然说当时牌桌上也有人说 我加注的太小了 那个价值拿少了 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清楚的 但凡我加注到个两千五百以上 可能连这个两个一千三 都是拿不到的 这里观众朋友们是怎么看的呢 留言区告诉我吧 今天分享的第六把牌 我在专位拿到了口袋队K 之前Lowjack open到240 我做了一个随意bet到800 Lowjack跟注单挑 这个Lowjack的玩家呢 虽然不是上一把牌里的小芒 但是也是同样一起游戏非常久 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 翻牌是来了勾七五两个方片 我选择持续下注了520 Lowjack则是做了一个过牌 加注到1520 那根据我对Lowjack的了解 他还是有一定可能会用一张勾 以及听牌做这个动作的 当然这个加注也自然包含了 这个牌面的任意set 并且考虑到此时大下的后手 还是比较深的 我这个KK也只能先选择跟注 一起看转牌 Lowjack并没有持续翻牌的激进 是选择了过牌 那此时的底持是471 我当时也是仔细轻点了一下 Lowjack的后手差不多是正好1万左右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SPR的比例 我这里但凡下注都会给对手一个很好的跳板 做过牌全压 这也是我自己常用的策略 于是我是选择了随后过牌控制 继续一起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我非常不喜欢的9 并且Lowjack也领打了一个半吃2400出来 这边也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在筹码堆中拿出了240的筹码 并且用手在空中抓了一下 而Lowjack的玩家则是以为我跟住了 马上做出了一个要绣牌的动作 不过马上发现我并没有把筹码扔出去 就停止了动作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马脚 虽然说我拿起筹码也并没有要真的跟住 并且本身我也有非常强烈的弃牌倾向 再加上这个马脚 我也是很快就弃掉了这首KK 这把牌我在庄位拿到了一个四五红桃铜色 没错 今天这场牌局的泛病花色来到了红桃 而且既然出现在了现在这个画面当中 那自然是一定进行泛病了的 这把牌在行动在轮到我之前 我也忘记前面有多少个Limp了 我是直接选择加注挤压到了360 之后是Hijack和CO跟住 三人底持 翻牌是来了236彩虹面 行动在过牌到我之后 在这种3D面 我选择范围下注了一个超小注300 随后是Hijack跟住300 这个时候我耳边突然响起了音乐 我上家的CEO是直接推出了他的全部后手5300 我在询问了Hijack的后手差不多也是5000左右之后呢 OK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把牌 我在大忙位置拿到了两张红色的圈 之前小忙加注到了500 这里这个小忙的这个加注范围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我们是圈圈 显然也不能在这个位置去跟住 然后去在这个尴尬的位置去游戏一个多人底持 于是我选择Soribet到了1500 顺利隔离走了所有人 只留下小忙跟住 单挑 翻牌是圈16两个草花 我们常规持续下注三分之一一千 小忙跟住 随后转牌是一张挺空白的5 小忙再次过牌后 这里自然又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去极化范围下注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自然是不能放过 于是我下注4000给到小忙很多一对牌型最大的压力 同时也让他这边可能的一些听牌不能拿到合适的价格 同时还有一丢丢可能小忙是10时的话 也能在接下来轻松的游戏全部筹码 不过在我们下注4000之后 小忙是很快就选择了一个弃牌 好的那今天这场牌局呢就先到这里了 今天的水位是水上一万两千七 run的还算不错 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也是再次祝各位观众兔年大吉 天天水上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